中餐 中餐听这张综艺节目虽然是在宣传东方的美食 但中餐和西餐毕竟有着区别 因为小白和王俊凯擅长做山菜 所以菜品就少不了辣这个口味 看了节目之后 发现很多顾客都会评价菜的味道很好 就是有点辣 在最新一期的节目中 客人选择退菜 中餐厅中的嘉宾们才逐渐意识到这个问题 最新一期的节目中 餐厅是在中午12点半开业 结果客人在12点出头就来到了餐厅 王俊凯和白橘刚两位大厨 对时有些手忙脚乱 开始准备做菜 白橘刚边做菜 边缘到 就还是放一些辣椒吧 赵薇不忘盯住 让他上放一些 让他手下留情 小白当即答应 因为客人反应饭才太辣 不是一次两次了 赵薇也顾及到了顾客的感受 赵薇叮嘱上放辣椒 结果镜头给了白橘刚做菜的画面 发现白橘刚却把辣椒全到锅里 这些辣椒本身就是菜本身所需要的调料 可见小白并没有上房 而且过了一会 小白又拿起一包干辣椒倒入锅中 这下整个锅里都是辣椒 等到饭菜出锅端给了客人 客人尝了一口辣到直接凉气 随后张开嘴往外呼气 随后这桌客人开始拿着餐具 拆看盘子里的辣椒 才发现辣椒几乎可以把盘子给付满 赵薇也是被客人喊了去 对她反应饭菜太辣的问题 赵薇指的给客人说抱歉 回到厨房 赵薇在三丁煮小白 饭菜一定要上放辣椒 因为第二桌客人带的有两个孩子 小白满口答应 但书齐已经被辣椒抢到 饭菜做好小白尝了一口 表示不辣了才把饭菜端出去 但小白毕竟是四川人 习惯了辣椒的味道 他口中的不辣和法国人口 中的不辣不是一个等题 不出所料 客人尝了皱眉头 小孩子也因为饭菜太辣植叫嚷 餐厅的首次退菜也因此诞生 客人退菜小白被冒惨 网友纷纷在弹幕上吐槽 小白的做法不受估客人的感受 毕竟赵薇是提前告知了白举刚 且白举刚也答应了 却还是固执的做自己的 饭菜依然很辣 而且在客人退菜的时候 白举刚还表现出来了不耐烦 哪像是服务顾客的态度呢 中餐厅依然把东方的美食宣传到国外去 同样被宣传的还有服务态度 开餐厅是为了照顾顾客的情绪 而不单单是为了陆综艺为自己增加曝光度 拿了片酬就OK 赵薇做到了这一点 小白却没有 中文字幕 dank cucc 隐私的仇狭 一 vol 八字幕 adding